在上海繁华的市中心 坐落着充满传奇 想与海内外的锦江饭店 说它传奇 不仅仅是因为它历史悠久 和杜月笙 尼赫鲁等众多的历史风云人物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见证了上海一个世纪以来的风风雨雨 更为重要的是 因为它的创立人 董竹军女士的传奇一生 1900年 清政府腐朽到了骨髓 新生力量还未成形 一个烂到不能再烂 黑到不能再黑的时代 董竹军就出生在这黎明前的黑暗里 父亲是黄包车夫 母亲是给别人洗碗刷锅的庸人 宁为太平犬 不为乱世人 如此一个家庭 在这乱世 活得连狗都不如 因为营养不良 董竹军的弟弟和妹妹都先后夭折了 好不容易成长到13岁 父亲又受了伤 为了免遭饿死 父母只好将他卖给了青楼 换回了三百大药 因为年纪尚小 双方约定 小董竹军只能卖艺 而不能卖身 限期为三年 没想到的是 董竹军添生了一副好嗓子 欲口一开 庆魂锁骨 很快就成了老宝子手里的一棵摇钱树 随着年龄的增长 小董竹军慢慢地发育 出来的小女童 渐渐出落得亭亭欲力 慕名而来的那些史前的大义公子们 看着出长城的董竹军 就如恶狗见到了肉骨头 心里生出了无限的遐想 眼里流露着无耻的欲望 嘴角挂着哈拉子 他们去缠没老宝 而老宝也正要寻个计策 把董竹军永远地拴在身边 从此以后 老宝威逼利用用尽手段 一心只要让董竹军破了身子 永远堕入红尘 而董竹军则誓死不从 既有现实的无奈 又有无限的诱惑 而董竹军只是手身如玉 手心如粗 相比而下 那些衣食无忧的人 却总是做出诸多尴尬的事 还要做出一副 出出可怜 无可奈何的委屈样来 董竹军明白 锦衣玉食 灯红酒绿都是一时之患 而自由与独立 才是人生永恒的财富 撒手很容易 再要捡回来 可就难了 辛亥革命爆发 改变了中国的命运 也改变了董竹军的命运 川军总司令 赴都督夏之石 来到了上海 为了行动方便 他们经常在青楼里碰头 上一军国大事 如此一来二去 夏之石和董竹军就相识了 一个是含苞待放的青春少女 情愫出生 一个是激情四射的革命英雄 风华正茂 后来 董竹军回忆起这段时光时说 我对镜自照 暗自欢喜 自觉相貌配得上爱国英雄 小路乱撞 方心暗许 一天 董竹军听到老宝正在和别人商议 要想个办法设计 让他破了处子之身 再次见到夏之石的时候 董竹军忍不住抱着他大哭一场 夏之石当时下决定 要为董竹军赎身 但是 他拒绝了 他说 我又不是什么物件 万一哪天你不高兴了 就说我是你花钱买的 我可受不了 董竹军问夏之石 是否对自己是真心 得到肯定的回答之后 两人约法三章 第一 不做小老婆 第二 要去日本读书 第三 结婚后 夏之石管理国家大使 董竹军 助理家务 既已定 董竹军设计将守卫灌罪 只身逃出了庆楼 夏之石履行签约 两人结婚 旅居日本 这时 夏之石27岁 董竹军15岁 董竹军完成了人生的第一次转身 由妓女 成为了 都军夫人 当囚包养成为一种时尚 当有人千方百计 要以肯不肯为自己花钱来试探彼此的真心 堕入红尘中的董竹军 却拒绝夏之石 为自己赎身 这不仅足以让人侧目 也不符合广为流传的才子家人的逻辑 斗寇年华 情斗除开 在懵懂的年纪 小女孩最容易在爱中迷失 董竹军 却自有主张 她也爱 爱得无所顾忌 爱得不能自已 所以 她要让这份爱完美无瑕 而在一份爱中保持一个完整的自己 没有比这更完美的了 保持完整的前提 就是独立 生命 诚可贵 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顾 两者皆可抛 少有人真正明白其中的逻辑 有完整的自由 才有完美的爱情 刚结婚在日本的日子 应该是董竹军和夏之石 一起走过的时光中 最为甜蜜和浪漫的 那时候 两个人对望一眼 什么都不说 也是满心欢喜 好的时光 总是会在不知不觉中 悄然溜走 顺在其中时 无所察觉 日后回首 则满心恐慌 只恨不能手去一杯 揣在胸中 好生珍藏 随着时局的变化 夏之石不得不回到中国 回到四川 而董竹军 也不得不去面对那个 关系错综复杂 思想封建守旧 的婆家 新媳妇刚进家门 婆婆就找到了儿子说 她一个青楼卖畅的 只配做一个姨太太 嫁给我们这样的大户人家 算怎么回事 你赶紧去给我取个正事 而对董竹军本人 无论公婆还是哥嫂 旧姑更是百般刁难 董竹军本来就生得一生傲骨 又在日本系统地吸收了新潮思想 加上又是一个确实有本事的人 如何能受得了这委屈和窝囊气 然而她却偏偏百般隐忍 从洒扫唤喜 煮饭做羹 到管理账目 操吃家业 无所不勤 无所不尽 终于靠着自己的本事 赢得了公婆一家人的肯定 不仅仅完全接纳了这个儿媳妇 还特意为她重新举办了隆重的传统婚礼 生活在同一时代的上海风云人物 杜月生 曾有一言说 一等人有本事 没脾气 而董竹军 当是响当当的一等人 只可惜 好景不长啊 随着夏之石仕途的不顺 他变得意志消沉 脾气暴躁 沉迷于赌博 西大烟 曾经那个激情昂扬 风度翩翩的热血英雄 永远成了董竹军心中的一抹回忆 面对无数次辱骂和家暴之后 董竹军不再隐忍 两人开始了无休止的争吵 即使身为辛亥革命的高级将领 推翻清政府封建统治的先锋 夏之石的观念里 重男轻女等腐朽的思想 依然根深蒂固 他轻视自己的女儿 对他们漠不关心 甚至肆意辱骂 曾经四女儿下过章 因为腰椎病而化浓 一只脚肿得跟水桶一般 董竹军日夜陪护在病床边 而就在此时 另外一个女儿又不慎从楼梯跌落 昏迷不醒 董竹军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 四处为女儿求医问药 而作为父亲的下之石 此时却正在毒桌上厮杀 由于时局动荡 后来董竹军一家迁居上海 有一次下之石撞到自己的女儿和男同学在一起说话 玩耍 不然大怒 开口大骂 不知羞耻 都是你妈没管教你们 我给你一条绳子或一把刀 你去撕了算了 嫁潮多了 心就凉了 两个曾经如此相爱的人 渐行渐远 直到有一天 两人吵得不可开交 看到丈夫冲进厨房 拿着菜刀扑向自己的那一刻 董竹军彻底绝望心死了 于是 他提出了离婚 面对董竹军的离婚要求 下之石暴雨嘲笑 他说 我们来个君子协定 暂不离婚 分居五年 在这五年里 你要是带着女儿在上海 没饿死 我就把手掌里的肉 给你煎鱼吃 在下之石的眼里 董竹军离开了自己 无论如何是无法生婚的 董竹军提出离婚 无疑就是个笑话 事实也确实如此 在诺大的一个上海立足 贪何容易 何况是在乱世 董竹军一个热女子 还带着四个 嗷嗷待哺的女儿 更是艰难 但是 董竹军义无反顾 在五年的时间里 下之石多次给董竹军写信 你若是想回来随时都可以 如果我有做得不对的地方 是可以改的 不是不想有个依靠 也不是不动心 但是经过太多次的失望 乃至绝望 董竹军劝自己要保持清醒 他明白 以前的日子 是无论如何都回不去了 既然不想依靠别人 就只有靠自己 然而 在那个混乱的年代 活着已然是一种奢侈 董竹军艰苦卓绝的努力 在战火中灰飞烟灭 董竹军先是典当了 自己的衣服首饰 最后将大女儿 心爱的大提琴也典当了 加上父母病的病 死的死 他的生活几乎陷入了绝境 五年以后 下之石如约来到上海 董竹军和女儿们没有饿死 但也仅仅是没有饿死而已 看到董竹军说出的窘境 下之石本来以为 他不会再坚持离婚 然而他错了 董竹军坚持着自己的选择 下之石双眼含泪苦苦哀求 这么多年的夫妻感情 你真的要一笔勾销我 在上海立足的艰辛与无奈 四个孩子需要父爱 有太多委屈求全的理由 但是董竹军一个理由 都没有给自己 他要独立而高傲地活着 上一次从妓院出逃 他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地 下之石的居所 等待着他的是一个崭新的未来 他在自传里 如此写道 一直被束缚在身心上的 什么东西全部解除了 能像天空飞翔似的浑身轻松 乐开了花一样 这是我第一次对自由的体会 永难忘怀 然而这一次的出走 却是前途莫测 他的心也是无比沉重 但是他要自由 他要独立 他还是毅然决然地 迈出了脚步 从妓女到都军夫人 又离婚 这在当时无疑是最热眼的八卦 各家报纸争相报道 董竹军的事迹 早已传遍大街肖像 很多人敬佩他的勇气 也同情他的处境 四川人李崇高 以此到上海买办军物 慕名拜访了董竹军 并借给他两千块钱 董竹军以此为资本 创办了锦江饭店的前身 锦江小餐 从此 董竹军的人生 再一次发生了逆转 凭借着自己的名声 与过硬的品质 锦江小餐生意兴隆 就连当时明动一时的杜月生 黄金荣 以及很多政府要员 都是董竹军的座上常客 杜月生更是资助董竹军 将饭店的规模进行了扩大 不仅如此 锦江饭店还为上海地下党的活动 提供了很多方便 也正是如此 建国以后 锦江饭店顺理成章 成了接待到访国际友人 政府首脑的首选场所 锦江饭店 就如他的主人 既名声在外 又神秘莫测 在特殊的十年岁月里 年近古稀的董竹军 曾经两次入狱 然而他依然倔强 他规定自己每天 必须刷两边马头 在狭小的屋子里 来回小跑若干圈 他还在枕边放着一块香皂 每天睡觉之前都要闻一闻 带着一丝香味进入梦想 七十岁生日的时候 他在监狱里 默默地祝自己生日快乐 并吟失一首 陈逢七十 古西年 深陷胡论 最何见 轻松不畏 寒霜雪 蔚然挺立 天地间 在艰苦的牢狱生活面前 他依然要如此保持独立 活出自己的模样 1997年 董竹军逝世 享年 九十七岁 在临死之前 他在自我传记 《我的一个世纪》里写道 我从不应被曲解而改变初衷 不应冷落而怀疑信念 亦不应年迈而放慢脚步 董竹军的一生 在他度过的每一秒里 在他全身上下的每一个细胞里 都藏着独立两个字 也许 我们活着无法改变这个世界 也无法改变别人 但是 我们能够选择保持独立 独立是我们行走在大地上的一只脚 有了独立 就能确保我们以战力的姿态活着 很多女人都希望自己 被向王一样宠着 她们漂亮 性感 撒娇耍心机 而董竹军 却选择了独立的生活 所以他活成了真正的王的模样 高高在上 避逆群凶